大家好 今天的嗓门还是很大 因为这几天好消息是捷报频传 最近这几天还有一个什么好消息呢 是这个马斯克的卫星上天了 60颗星链的卫星已经进入轨道 原来这个马斯克他不是吹牛逼啊 大哥你玩真的呀 你真要搞这种全球无线wifi 目标是要全球覆盖95%的地方都有wifi 玩真的不开玩笑 不光是马斯克包括亚马逊 还有其他的公司 都要去发卫星 都要搞这种全球无线wifi 这么这是有市场的 你搞这个全球无线wifi 你对于这种全世界来说 它都是一个好消息 相比较来说 对于欧美来说吧 这个无线wifi吧 它只是一个量变啊 因为欧美现在本来就很发达 但是对于这种第三世界 以及现在的中国大陆 那么这就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啊 喜欢我的视频 你可以先订阅订阅一下 顺手订阅轻轻一点就可以了 咱们再继续讲啊 为什么说这个对于这种欧美国家来说 它只是一个量变呢 因为现在欧美国家 它已经是很发达了 手机上网 很多人的手机 自己自身带的流量就已经用不完 有时候呢 用不着去蹭wifi 这是欧美现在许多国家 遇到了一个现状 对于呢 你要再看一下 对于那种中东跟非洲来说 这种无线wifi它好在哪里呢 因为那这种地方有很多呀 像非洲跟中东有很多地方 它还都是很原始的地方 连通讯基站都没有 我现在就是我看到有许多这些 这些电话亭啊 我在这边我还能看到电话亭 我就很纳闷 仔细一想呢 哦是 这是为了给那些非洲打电话用的 现在很多人呀 在这边那些外国人那些非洲人 用纸板机那地方还很贫穷很落后 如果说以后这种像马斯克这种无线wifi 全球覆盖的 覆盖到非洲 那得把连基站都不用建了 华为在搞什么战略延伸 那都是一堆废铁了 以后就主要依赖这种无线了 那对于我们中国来说 那就是一个最大的好消息了 对于中国这个大陆 因为这种马斯克搞这种无线wifi啊 这种全球wifi啊 他将打破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拘有 他将拆穿这个中国所有的谎言 为什么为什么呢 咱们就谈这个国内的事情啊 第一啊 国内啊这一块你要说这个治国吧 他说难听一点 老共他就是以谎言治国 袁冬飞他都说了 我这也不止一次的引用 袁冬飞老师的话了 我说这个中国的这个近代史啊 就是说这个关系 特别是党史啊 这一块你看到教科书上的 95%都是假的 确切的说那是会史 那是见不得人的 不能让老百姓知道的 以前这个老共高官也说过 不能让老百姓知道真相 让老百姓知道真相 他们会挖我们的祖坟的 而且不能搞新闻自由 不能搞媒体自由 不能搞言论自由 当初我们就是因为这样 酸了老奖的空子 我们才得了天下 他们都知道 所以说为了保持国内百姓的愚昧 他建立了防火墙 阻挡外界信息啊 我为什么说老共他以谎言治国呢 因为老共他们以前曾经信奉的 那个马列主义 始作俑者马克思 他编制了一个美丽的谎言 他把半个地球都忽悠的够呛 都给骗了 老共也是靠着这一招 搞经济斗争 骗了人民 人民啊 就当这个 就是被当了韭菜 一查一查的被收割 到最后还得说 社会主义好 社会主义好 毛主席万岁 毛主席万岁 是吧 你为了让这个中国的民众 保持愚蠢 保持愚昧 那就得继续骗 如果说 你撒了一个谎 那么以后 你就要再撒一千个谎言 去圆着一个谎 所以说现在 这个国内老共 他就是以谎言治国啊 你看现在 到现在吧 他就是以国家的机器 机器力量去限制言论自由 说真话 说实话 总是被打压 坏事做尽的人 他反而能够 享受荣华富贵啊 你现在那些 很多人想想 第一天到晚想说真话 想说实话 想拆穿谎言 就是 就是 他们就过得很惨 你为了限制老百姓 不要让他们知道真正 真正的历史 不要让他们知道真正的真相 就干脆建一个墙 建一个世界上最大的拘予 你看就是 你看就是 你把这个老百姓当猪 养在猪圈里面 是吧 但是你你要 你得给一些这个猪 一些娱乐活动吧 不然的话他 他很郁闷的 他就会生病 就不会当一个合格的韭菜 怎么办 那墙外有的墙内尽量也都给你啊 copy 抄袭 你看 国外有谷歌 我们国内呢 就有就有百度 微软有msn 国内就有qq 墙外有推特 墙内有微博 墙外有facebook 墙内又有微信 墙外有youtube 国内呢 又有优酷 这需要创新吗 这些东西 这些这些软件 这些信息传播的载体 不需要创新啊 直接抄就好了 你抄过来之后呢 全部都要 哎 我建立党支部 我要建立这个监控 不管是视频也好 还是什么语音也好 还是什么图片文字也好 通通监控这些软件 哪个不监控啊 你看这个国内这些软件 什么都有 实际上 它就是一个 最大的局友啊 人们都忙着干什么 人们都忙着醉生梦词啊 忙着纸醉金迷 你忙着灯红酒绿啊 你如果说你要是赞美 赞美政府 那么你就有吃香的喝辣子 你不能批评 你要是批评 那我就让你生不如死 我就让你吃饱饭 你不能质质质这个政府的权威 你一至于政府权威这个后果很严重呢 国内有非常多的这种良心知识分子呀 他们都是很憋屈的 不断的被打呀 有些人呢为了写 为了写写 写二本书把房子都卖了 结果写出来的书都出版不了 所以说就搞的生计艰难呀 他们是想是想这个揭穿谎言 但是每当你试图去揭穿谎言 那么你就已经走在犯罪的道路上了 推墙啊推墙 启蒙啊再启蒙 这都是一个出力不讨好的事情啊 出力不讨好的工作呀 招骂呀 也不赚钱呢 不来钱呢 对不对 凭什么呀 凭良心呗 凭良心启蒙 凭良心推墙 这是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的老百姓 他们都愿意去做的事情 只恨自己现在是能力太小 你能够做的也小 你推墙推墙 我也挖不了几块砖 能力有限 这个责任 就是能够承担起的责任也有限 最近这些年呢 你能够看到有一些人 他的不停的推墙 而且推的很有力 而且推的很有效果 你看这个川普 川普他是以这个政府的力量 以这种政府的行政力量去推墙 他也是想是为了让美国赛斯伟大 同时强调了对中国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吧 对不对 第二个呢 你看谁 那个郭文贵他也在推墙 郭文贵推墙的初衷呢 他是为了捍卫自己的利益 他的国内成百上千亿的资产都被查封了 对不对 他是为了自己的利益的推墙 咱也不评价 咱也不评价是打过还是请过 这不评价 反正郭文贵他在推墙 第三个呢 现在就横空出是一个马斯克 他是以科技的手段在推墙 而且是以碾压形式的 以降维打击的 我为什么说马斯克的推墙 他是一种降维式打击的推墙 你想想 这个老共他建的这个防火墙 你可以理解 他是一个二维的平面的 你墙横在那里你就过不去 你就过不去 这是一个二维的 但是马斯克他搞这种无限的 这种全球无限计划呀 他就无视你 就不用看这堵墙了 直接这堵天然就过来了 墙就没有了 国内的老百姓想去获取外接信息 不用翻墙了 直接一连WiFi 天上就有了 还翻什么墙 不用VPN了 是吧 到时候老共他千方百计 想阻止人民所获取信息 在这种全球WiFi的这种计划之下 人民很容易就能就能够获取了 墙就瞬间倒塌 就没有墙了 就跟柏林墙一样一夜倒塌 所以说吧 这个马斯克呀 他将是这种马克思的终结者 以前啊 这个马克思搞什么资本论 共产党宣言 他编织一个美丽的谎言 编织一个乌托邦的梦想 现在呢 你看那个马斯克 他将会用这种全球无限WiFi 去揭穿这种这种这种谎言 他会让中国人看到 哎那些所谓的共产主义国家 到最后都是一个什么样的下场 他们的老百姓将会有多惨 哎 马斯克他将会终结这一切 而且吧 像这种全球WiFi计划呀 我相信国际各大企业肯定会积极参与 哎你现在像个什么 刚才说那个亚马逊 还有那个什么 WiFi是吧 他们都要参与 包括谷歌 他肯定也是 也是必须要参与啊 你想想 如果强塌了 能为谷歌带来什么 谷歌搜索这个业务 直接就能带来七八亿的客户 七八亿啊 就那个YouTuber呢 也能够增长个三四亿吧 现在那个亚马逊 他卖产品 可能在国内的市场是有限的 如果强倒了 他的国内的竞争力会就会更强 你说那个阿里巴巴这个假货市场 他能竞争的过这个亚马逊吗 是吧 你看像 而且就是有人说什么 你不让不让 可能老公他不他不让老百姓去连这种无线WiFi 他会想出各种各样的手段去限制人民 不要去连这个这个这个免费的这种这种WiFi 但是你有有用吗 你搞清楚手机的WiFi是谁发明的 安卓系统是谁的 谷歌呀 这时候如果说这种全球的这种无线WiFi已经连网了 你不让我你不让我这个安卓系统手机连WiFi 谷歌他稍微做了动作的话 你中国手机就不能用了 是吧 这招很难 是吧 这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啊 当初你把我这个谷歌排挤出这个中国市场是吧 我胡汉三我要回来的 我要报仇的 但是谷歌他是本来一个不作恶的这么一个原则 这是很让人一个很让人尊敬的 我尊重谷歌胜过尊重苹果 苹果在中国搞了一个云上贵州 这点我是很看不上的 但是谷歌相对来说挺有骨气的 你可以相当于亚马逊啊脸书啊 这些他们会迅速的去抢占这个这个大陆的市场 你看在这个基础之下如果说强他了 你放心 像我们说这些谷歌啊什么脸书啊亚马逊啊 这些这些功夫他们的股价在涨个百分之二三十 他的市值在涨个百分之二三十 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这对于他们来说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对于他们公司的利益来说 他们是应该是加大力量去去去去去去 投入就回报也是相当相当丰富的啊 相当丰厚的回报啊 所以说呢你像看这个马斯克他这个卫星上天 是吧我觉得这是一个十分利好的消息 而且以后随着这种技术啊 这种配套产业链的不断的成熟啊 往天上发卫星的次数频率将会越来越快 越来越多 然后我们可能就是突然之间在某一天 我们就可以发现可以上网了 不管是在什么地方 荒山英岭都可以连这个免费的这么一个 官方了 那就说明强要塌了 心情好啊 咱们拭目以待吧 那喜欢我的视频底下订阅 感谢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